- 實在就是SUM Hi 大家好 我是無甲汽車安科長 今天要給大家帶來一點不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呢 你們看一下我身後這三台 就知道我今天要拍的是拉雪點特輯 第二個不一樣的就是 這三台車全部都是全新位使用的中獎車 這部影片應該會造福很多想要買新車的朋友啦 今天我一打三 廢話不多說 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好 那我第一台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身旁這一台2021年URX AR環境版 它的新車售價是94萬8000 那我們現在無甲汽車的網路優惠價是86萬8000 直接現省新車十幾萬喔 接下來我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家這一台URX吧 那我們先從它非常有特色的外觀開始 第一眼就會看到它的車頭跟頭燈的部分 這台URX的設計是分離式的頭燈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特別 採用的是風劣式激光的日行燈跟頭色式的LED大燈 因為很多車輛基本上它使用的都是比較傳統的單頭燈 再來就是這個非常霸氣的水箱護罩啦 它採用的是鍍鉻的四條 整體看起來質感大幅提升超帥氣的 再來呢 要告訴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台URX誕生之後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安全配備 就是ADAS駕駛輔助安全系統 首次在納智捷的車系裡面亮相 裡面包含ACC主動巡航系統 自動煞停車道偏移 哪裡可以發現呢 帶大家看到它擋風玻璃上面 這個鏡頭它就是搭載在這個地方喔 再來呢 帶大家看一下後視鏡下面這個鏡頭啦 就是Last Gen的招牌啦 360度的環景影像 只要是五人AR環景板以上 就會有標配這個360度的環景影像喔 包含上面的盲點偵測系統 接下來呢 就是它門把的部分啦 它的門把是採用Smart Entry Keyless的裝置 你只要身上有帶著鑰匙 一按上鎖 一按解鎖 非常的方便喔 好 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到後車尾的部分啦 後車尾的部分 尾燈是搭載LED的 那我覺得非常特別的是它的方向燈 是搭載序列式的方向燈 這是一個非常科技感的設計喔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尾門 它是採用電動尾門 我開起來給大家看 嗯 在哪 這裡 哪裡 天啊 在這裡 好 突然找不到 給大家看一下後行李箱的空間 非常的寬敞舒適喔 可以承載許多大量的東西 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到內裝的部分啦 先帶大家看一下它整體內裝的表現 一整個舒適爆棚 看到它這個皮椅啊 坐上去根本可以直接睡到暈過去啊 第一個呢 我們先看到它這個方向盤的部分 是三幅式的方向盤 左右兩邊有塊空間 右邊是可以調整音樂的大小聲控制電話的原因 左邊的部分呢 有聲控 定速 拍照 控制儀表板等等 另外有一點非常特別的是它已經沒有傳統的儀表板囉 現在呢 改為這個全彩式的抬頭顯示器 來取代傳統儀表板 厲害的來啦 還有這一台12吋多功能的HD觸控螢幕 看不到的東西全部都整合在這個裡面囉 簡單來說就是儀表板數位化啦 這個多媒體的螢幕其實很好操作 有沒有感覺跟家裡的平板非常像呢 它裡面涵蓋許多非常貼心的功能喔 可以直接在上方螢幕做操作 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里程數 因為它是全新位使用的 所以它的里程數為個位數 只有5喔 再來我們看到中央安座的部分 配有電子式的手煞車跟AUTO HOME的按鍵 自動停車等等 好 那我們內裝的部分就到這邊囉 好 緊接著來介紹一下我身旁這一台 2021年U6 GT好型版 它是最頂級的喔 那它目前的新車售價是80萬8 加上其他一些零零種種的費用呢 完成車價大約會是在90萬左右 那我們五甲汽車目前的網路優惠價是74萬8 直接讓你現省15萬把它帶回家喔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呢 可以在二手車商買到新車 又用那麼優惠的價格 是不是超棒的 好 接下來我就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家這一台U6 GT吧 每一年的U6其實都會做一些微調 我們先從外觀的部分開始看 大燈的部分 然後它有搭載LED的日行燈 車頭有稍微做一些改變 所以像護照的部分一樣是使用鍍鉻的材質 讓整台車看起來非常具有前衛的線條感喔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引擎蓋上方這個空氣散熱裝置 對這個車頭的穩定度都有一些輔助作用喔 這是在舊款的U6上面看不到的 帶大家看一下整台車的樣貌 雖然是大型修旅車 可是整體看起來不會非常的笨重喔 好 接下來就帶大家看一下它門把的部分啦 它門把的部分是採用Smart Entry Keyless的裝置 你的鑰匙只要戴在身上的話 一按上鎖一按解鎖 非常的方便喔 接下來我們來到後車尾的部分啦 它後車尾的部分 尾燈一樣是搭載LED的 它配置的一樣是電動尾門 我開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後行李箱裡面的空間是非常的寬敞的 適合承載非常多東西喔 非常的方便 再來我們看到內裝的部分啦 先帶大家看一下它整個內裝的表現 一整個舒適爆棚啦 看到它這個皮椅 整個座椅顯示出來的質感超級棒的 後座的空間舒適度其實真的滿有水準的 我們先看到方向盤的部分 左右兩邊方向盤的快撥鍵 調整音量的大小聲 還有聲控、定速、換檔撥片 帶大家看一下目前的里程數 因為是全新位使用的 所以以里程數為個位數喔 好型版限量升級超過 差不多10萬元以上的配備 有AR View還有行車AR影像的系統 還有這台12吋的多功能HD觸控螢幕 有360度的環境影像 APL自駕輔助停車系統 還有這個車側的影像喔 它這個螢幕裡面涵蓋許多非常貼心的功能 可以直接在螢幕上面做操作 好 那我們內重的部分就到這邊囉 接下來我們來到引擎室的部分啦 為什麼有三台引擎蓋都打開呢 因為他們同樣都是搭載1.8雙渦輪的四缸式引擎喔 變速箱是採用智慧型六速手製牌的變速箱 最大的馬力可以來到202P 鏡頭呢現在帶你們看到的是YES認證的標章貼紙 我們所有的車輛都送檢最專業的第三方認證 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保證全車原版件無事故 無泡水無車身引擎非法變造等等喔 大家都可以非常安心的購買 我整個這樣介紹下來呢 以這樣優惠的價格 可以買到這樣水準的車款 真的是買到賺到 喔對了 在二手車商買新車 一樣享有原廠的保固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有喜歡我們夾這三台 全新位使用的中獎車 歡迎跟我們預約到無甲汽車場車 那如果有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 再麻煩大家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